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自从三东大学爆出了学办政策 在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也在近来成为了外界好奇并且关注的焦点 其中,一线中国高校为外国学生提供特殊的待遇 留学生的学术质量受到质疑 留学生与当地的执法人员发生冲突等等的一系列事件 也让中国教育部压力不少 对此,教育部就发表声明表示 会对违规违纪的留学生进行严肃的处理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在20日 中国教育部的官网上面刊登出来了我们图片上看到的这篇文章 内容是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司负责人的答记者问 这位不具名的负责人表示,对于违规的行为绝对不会纵容和姑息 并且会对外国留学生和中国学生进行趋同化的管理 不过还是有质疑的声音认为,这个说法可能会难以得到落实 那在今天这一节的明镜焦点呢,我们就来对比一下中外留学生在不同的国家 所受到的待遇的差别 那么首先呢,就来关注并且回顾一下山东大学的学办事件 教育部惊奇的表态呢,也是因为这个学办事件而起的 近日呢,山东大学为外国留学生招募异性的中国学习同伴的制度 遭到了网友的起底跟炮空 舆论普遍的关注的是呢,外国学生为何会在中国的高校享有特殊的待遇 那么在山东大学公布的2017年的30名学办之中呢 有26个女性 我们可以看到在学办的报名表格之上呢 并没有规避异性学办的问题 那在报名表上呢,更是特别将结交外国异性友人 列为选项之一 请导播放一下下一张图片 可以看到是一张报名表 那么可以看到呢 在报名表的最上方还用红字标明 说请同学们尽可能详细认真填写 以便为你匹配心仪的学办 所以呢,这个报名表可谓是非常赤裸裸地标露出来了 这个异性学办这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根据现在这个图片呢 是中国教育部的一组数据 这组数据显示呢 在2018年一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万名的留学生 在中国的100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学习 那么可以看到早在2012年 也就是大概6年之前呢 这个留学生的人数只有32.8万 那么这样计算下来呢 这个规模的扩大非常的快 那么其中呢有很多的来华留学生呢 都是来自非洲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那么呢有一些知情的学生就表示呢 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可以受到优待是个一般的常识 比方说呢他们可以拿到优厚的奖学金 可以住到更加舒适的宿舍 并且呢可以享有更加宽松灵活的考试制度等等 而这些特殊的待遇呢都让外界开始思考 中国的教育系统是不是有差别对待的不公之处 那么其中呢美国之音就采访到了一个美国华裔陈玉飞 他是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专业的一位大山学生 那根据报导呢他就获得了全额的政府奖学金 不仅仅是可以享受学费全部免除 而且呢每个月还能拿到2500块的生活费 那么清华大学的宿舍呢一般是四人间 但是呢外国留学生入住的宿舍 可以看到图片上面这个是个两人间 并且呢是采用酒店式的管理模式 不过陈玉飞说呢住宿费呢就要自己承担 一般呢会比一般的宿舍会用花费会高一点 那么近期呢更有甚者 三东财经大学呢有传出部分学生被要求搬离宿舍 原因呢是要腾出宿舍的这个用地给留学生住 那么在媒体报导之后呢 学校就在微博上面发表声明称 已经停止宿舍搬迁 我们可以放下一张图片看看这个学校的声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三东财经大学 在被质疑之后发出的声明 那么刚才提到这位陈玉飞学生就表示呢 他其实在入学之初就已经知道 学校是非常鼓励外国留学生申请政府奖学金的 比方说呢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留学中国网站就有显示 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生呢最低可以到五万九千两百元 那博士生呢最高可达九万九千八百元这么多 此外呢各个地方政府和高校也都有各种类型的奖学金的计划 相比之下这一线的学校他提供给普通的中国学生的待遇呢 就差别非常大 奖学金无论是名额还是金额来说都远远低于留学生 不过呢这位同学他承认他的确有感受到 学校对待中外学生是有差别的 比方说呢外国的学生在华学习不需要上政治课 而且要修的总学分呢都会比中国的学生少一些 那么在他所在的专业呢一届大概有四十位的留学生 但是呢这些留学生的成绩都比较的不理想 一般呢同级吊车尾的四十名都会是留学生 但是呢因为授课的教师呢会考虑到他们是外国人 很少的情况下才会把他们判定成不及格 不过呢陈玉飞他还是认为这些范围和程度内的放松 其实都是合理的 因为总体来说呢清华大学没有对外国留学生 有任何超过不合理的偏袒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质疑人士会认为 一视同仁才是未来的学校的发展方向 其中呢就包括武汉的一名作家胡发云 他就对美国之音表示说呢应该借鉴这个国际成功经验 并且公平对待本国和外来的学生 他就说呢我觉得留学生制度也应该跟国际成功 去参照那些做的比较好的国家 或者说多年以来行之有效的方法 对本国的教育事业也好 对本国的受教育者的公平待遇也好 都应该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过尽管如此呢很多人还是希望 教育部能够真正的做到所谓的对中外学生一视同仁 但是呢有很多人呢尽管对这样的态度表示欢迎 却不太认为这样的政策能够被有效的实施 并且因此要求政府出台更加明确的政策 比如说呢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本科的一位吴同学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呢 在广东省的一些重点大学比如说中山大学和济南大学等等 他们招收国际学生的标准呢都要比招收本地的学生宽松很多 比方说他提到外国留学生比例的意义在哪呢 对学校和国家的好处又在哪呢 对我们当地人的好处又在哪 他说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应该按照学术水平来决定 招收什么样的学生跟不招收什么样的学生 不过呢我们上面提到了陈玉飞这位同学呢 他就有不一样的想法 他本人呢是在中国学习生活了有两年 他就认为自己亲身体验到了国际化的教育对中国的重要性 他认为呢中国的国际化水平仍然是低于美国的 所以增加接触和了解外国人以及外国文化的机会呢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这位同学他觉得呢中国高难度的基础教育 以及语言就是复杂的中文 是外国人来中国留学首先要跨过的两道坎 那他说呢把这两个因素加起来 中国对外国人来说呢把要求稍微的放低一点理所当然 但是他也警惕并不能放得太低 可是相比之下呢在外国留学的中国学生 他们完全没有感受过自己有接受到任何的特殊待遇或者偏袒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他们都面临着审核的标准 也没有因为他们不是本国的学生这些标准被降低 一般呢都是与美国的本地人一是同仁 并且呢他们可以申请在经济上的资助呢 也因为是外国人而受到了限制 也远远比不上美国学生有优势 我们来看一下一组数据哦 根据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国际教育协会的最新数据 从2017年到2018年年度呢 在美国的国际留学生总人数有109万人 那么其中这个比例可以看到粉红色这个比例 中国学生是最多的 在2018年呢有占到33% 那么在纽约呢 纽约大学是很受中国学生青睐的一所美国大学 那么在这所大学里面呢 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据首位超过了5000人 那么其中呢 纽约大学的国际服务部的助理副主席巴苏乌姆就表示 他们知道国际学生的标准呢 跟美国学生是一致的 而且他还表示学校会尽其所能 给国际学生提供友好的学习环境 但是不会提供任何的特权 那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他就表示他并不认为美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实行 两样不同的标准是好的主意 他说呢因为如果招收了某个学生 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成功的 所以呢不希望偏袒的情况下 招收GPA或者SAT成绩不够好的学生 然后呢期待他们没有办法完成学业 那我们刚才才刚提到的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吴同学呢 他就认为他在校园里面的学习跟生活的各个方面呢 其实都过得跟美国同学一致 但是呢赴美留学是个个人的选择 美国学校对招生标准已经非常明确了 所以他认为如果自己是选择了要出国留学 就要尽自己的所能达到各项的标准 进入美国的学校学习 他认为呢入学之后 虽然呢每个美国的大学都有国际学生事务处 但是这些事务处呢也只能处理留学生的基本事宜 并不是会提供特殊待遇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明镜焦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